历史巨变的七种征兆 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 有什么样的先兆 就有什么样的事端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乙学 历史上诸多王朝的崩塌 也绝非一息之间完成的 大厦将清之时 必有种种征兆 以往我们喜欢从政治 经济乃至国民性的角度去钻研 却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学视角 其实对于历代王朝的百姓来说 他们可能不懂什么财政赤字 但是他们能看到科捐杂税 他们也许不知道周理勤致 但他们会惧怕科政滥行 这恰恰是因为任何因素的问题 最后都会体现在社会这个基本面上 台湾大学梁耕尧教授在 中国社会史中谈到 社会既是政治经济的副产品 但涵盖范围更广 包括组织结构 法统规制 阶层社群 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国人 最终行为逻辑的因素 我们以此逻辑来解读历史 许多王朝的兴衰 也变在情理之中了 以下我们就跟随本书的视角 细数历史巨变前的七种征兆 一 人口 人口锐减与流洗 1945年 黄延培先生提出了历史周期律 说的是历代的王朝 都会经历兴衰质乱 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其实伴随着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 还有一个人口周期也是如影随形 王朝初期政治清明 其实主要是经历过人口锐减 人少地多 内卷的压力不大 王朝中期是盛世 人口复苏 社会繁荣 一直到王朝末期 人口过剩社会崩溃 进入战乱消减人口 再循环到新王朝的初期 人口的变化与王朝的兴衰 总是相生相伴 人口锐减的直接因素一般有三 战乱 瘟疫以及逃荒 以东汉为例 汉环帝时期全国尚有5600万人口 到了东汉灭亡时 全国已经不足800万人 从瘟疫引起的黄金之乱 到后来的军阀混战 让中国人口下降85%以上 此外 大量人口因为恐惧战乱 而润到了边境以外 以流亡到辽东 南匈奴 鲜卑 乌环者为多 司马懿平定辽东以后 下令中国人欲还救乡者 自听之 可知有不少人逃亡到这里 人口锐减于先 王朝崩溃随后 成为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状况 二 市场的萎缩与囤货 市场的敏感特质 使其在巨变来临之际 可以做到春江水暖压先制 就像今天大家所说的 股市市经济的晴雨表 或者资本用脚投票一样 大难临头之际市场的反应 通常是最真实的 春秋末年以来 钱币在市场上已经通行 但是到了汉末 钱币的功能快速消退 交易媒介变成了古米 不博等实物货币 这显然是因为 市场通常只是太平时节的产物 战乱期间人们需要的 只有生存资源 有时还会出现一子而食的惨剧 另外对于市族大户来说 建立污宝与外界隔绝成为了重要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污宝里囤积大量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市场的流通就此被阻断 直到南北朝时期 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 仍然被普通人乃至士大夫所向往 可见战乱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之深 三 门第与阶级固化 每一次王朝覆面与新王朝建立的过程 就是一次阶级洗牌的过程 旧贵族上了断头台 新贵族进了金卵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 新贵族便会牢牢地掌控社会资源 成为旧贵族 人类天生就有改变的需求 若上进之路完全被阻断 难免不会出现皇朝 李自成洪秀全之类的人物 农民起义士兵通常是因为生存 而农民起义的领袖 通常是因为阶级固化 魏晋以后 很多大士族长期垄断了 政府中的高级官位 士术之间有了明显界限 公有公门 清有清门的现象确立 士族形成了自己的圈层 与韩族经位分明 比如同为太子党的中会 反叛司马昭的行为 在当时就被认为是 兄弟戏于墙的一场争端 中会的家人不受牵连 门第通婚也有固定对象 社会地位不同 是不通婚的 社会阶层流动被彻底锁死 往往这个时候 也就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种子 四 社会中心开始转移 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规律 每一次社会动乱 北方人口都会开始向南迁移 这里的原因无外乎两个 一是中国政治中心大都在北方 长安洛阳等都市是乱史枭雄的必争之地 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躲避战火的中心 二是少数民族南侵造成的破坏太大 远离烽火狼烟的地方 变成了国人心中的桃花源 几乎每一次人口开始南迁 就可以代表一个乱世的开启 三国 南北朝 五代莫不如此 安史之乱让南方人口彻底超越北方 到了元代南方人口 几乎占据中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八 当然 伴随着人口 北方的经济对比南方也开始此消彼长 科举实行以来 南方的世子更是一骑绝尘 到了朱元璋时代 竟然出现北方无一人得重近视的情况 这也促成了此后科举的南北分榜录取制度 五 土地性质的改变与兼并 在农业社会 土地是最重要的 也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料 我们的民族认同 风俗文化 乃至社会体制 就是从这一片片农田里成长而来 任何事关土地的政策 都会牵动国人最敏感的神经 许多都是因此而败落 也便不足为奇 北魏土地施行国有的军田制度 由国家来负责分配田地 人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所有人都成为了国家的租客 但此后国家对土地分配不足 让北魏一落千丈 无独有偶 往往收归天下土地 实行景田制 把土地为九个小块 在九个小块中 中间一块为贵族或皇室所拥有 周边八块则分与平民 平民耕种完中间的 才能耕种自己的丝田 也让新朝在短短十四年间崩溃 很多君王都怀着改善兼并状况的雄心 最终却让自己连同王朝陷入万劫不复 六 大型工程不断上马 古代国家的国力来自于生产力 民力出自人口 若是修建国力民力 都难以支撑的大型工程 难免会造成社会崩溃 我们看到往往王朝的覆灭 都伴随着大型奢华工程的上马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自以为国力无限 竟将修长城 阿旁公 离山陵 陵渠 秦直道等等巨型工程同时进行 以至天下父王 隋阳帝也是因修建江都宫 开凿大运和耗尽了天下财力 此外 皇帝陛下的怀柔天下 也经常成为国家的负担 唐朝君王赏赐突厥 鲜卑 高丽等国动得数十万金 也让国家财政不堪其苦 七 谣言趁雨的盛行 古人说国之江王必有妖孽 谣言趁雨搅动人心 也是王朝灭亡的必经之路 再荒诞的谣言 只要信者众多 也便拥有了动摇社会的力量 平素李老是芭蕉的农民 完全可以在食人一只眼 或者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的鼓舞下 变得英勇无畏 趁雨更是王朝颠覆者 惯用的舆论武器 武则天 女主昌 曹丕 鬼在山 何女云 王天下 等等都是被趁雨中的天命 所归所逼迫 不得不登上皇位 王莽更是趁尾之学的极大成者 上百条趁雨伴随着他从大将军 安汉宫 宰恒 假皇帝 一路走到真皇帝 后世历代君王对一端邪说历来毫不容情 也是因为明白谣言趁雨的破坏力 我们永远无法预知 未来会发生什么 能给我们判断的 只有过去发生过什么 中国人酷爱历史 也经常被历史所遮蔽 唐太宗告诫后世以史为鉴 但事实上 历史这面镜子 却经常像白雪公主同画中的魔镜 映射出来的都是独使人的心愿 我们今天的历史学 有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 但中国社会史带来的 却是往往被我们忽视的一种中观视角 填补了中国历史这一领域的空白 真实的历史 有时不在帝王的诏书上 恭清的文章中 而存在于许多冷冰冰的社会事实里 人口的消长流洗 阶层变动的逻辑 民间的秩序变迁 市场的繁荣衰败 邪教的滋生蔓延 中国社会史正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帮助我们一眼 望穿历史的骨骼 洞悉中国历史上 社会问题的始末缘由 大厦将清的前沿征兆 同时 也让我们看清 自己生活环境的全貌 找准自己所处的社会坐标 把握自己的命运 也让我们看清吗 不可行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过去的 学习 计划 我们不过去的